有機會奪金像獎影底,古天駱等天遲 古天駱憑著殺破狼、探狼 在第十二屆亞洲電影大獎頒獎禮上 用奪最佳男主角獎首度封帝 昨日,他又在下一城 在香港電影導演會周年晚二紀年度頒獎禮上 獲頒發最佳男主角 相信古天駱在下個月舉行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上 再度封帝的機會就會大增 昨日,他、趙薇、劉偉強、楊千華 任營齊、劉浩龍、吳君如等等 齊齊出席,香港電影導演會周年晚演時 趕到獲獎了,他就說 我沒有想太多東西了 因為我覺得,其實好像一個輕鬆的心情 我覺得什麼都是長的 作為一個議員,最重要是做那部電影 後面所有東西都是天安堂的 爸爸媽媽知道拍照,還有什麼感覺 他們的感覺就是… 因為我在電影圈就有一個獎 所以昨晚他們都等了我回去之後 就問我拿個獎來看 然後說了一個說話 哇,那個獎真的很重 然後兩個就雙雙就睡覺了 哈哈哈哈 我很慶祝,我不想吃 我本人都是,他看完我獎 我都立即睡覺了 哈哈哈哈